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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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周日有你们的比赛 我买了前排的票去看你 所以比赛结束后一起吃饭吧 那女的怎么回事 哪个女的 苏苏啊 不是你相信对象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手机里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手机里 那个人家对你以前挺好的 长相也不错 性格也还行 无论是身材还是家事 都和你挺般配的 咱们也满意 不是吗 等我说第三遍的周日已经躺地上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手机里 王女士告诉我 那天你们相亲的时候 你说得不合适 但是人家姑娘回家之后想了几天 还是想 试试加拉你的威胁 王女士说你肯定不同意 所以叫我 我先说明啊 我是被威胁的 她说如果我不听话 不知道做 我就回去替你继承佳业 还有 王女士的舞台 王女士的舞台 是安纸 我觉得白天晚上 他在夜似的 他的女生姓 但是我认为该是女生姓 永远聚上膠画 他当中心经验 他会赚爱哪 他才能赚爱 Cristo 他真的老了 我会坏 但我不是 我会毅失贮不可能 我平时心感觉 他太爱恁 他很喜欢的 你怎么回事 大哥 我真是给你跪了 那天在车上 你到底跟人家说了什么呀 又你怎么给对我挡桃花的嘛 我自己盛开成了一朵巨大的桃花 还要把别人的桃花给挡 什么桃花 你听错了 你不解释一下吗 朋友 我哥居然顿了 肯定是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是不是 你好好回去练你的视神少局 你怎么又在打我的号 玩一下嘛 小姐姐 来三排啊 你走开 玩一下 你是自己的电脑死机了还是坏了 哦 我知道了 你是看上我的猫耳朵 什么 哪有 你就是看上了我的猫耳朵 不是 这什么男个子 走 好 这世界很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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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